要來試吃專業店家組選出來的前十大 我自己對滷肉飯的標準是 滷肉顧好之外 我的飯也要好吃才是一個真正完美的滷肉飯 滷肉飯有掰掰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follow到前陣子一個很火熱的新聞 就是台南高雄的市長們 掀起了南台灣的肉燥飯之戰 其實台南肉燥飯普通而已啦 高雄比較好吃啦 PK這個肉燥飯 吃吃飯蛋 也因為話題延燒 所以高雄市觀光局就舉辦了 高雄在地的肉燥飯爭霸賽 很榮幸的B頻道就是收到邀請 所以特別從台北南下高雄 要來擔任這個比賽的百人評選員之一 完全是身負重任 我整個緊張到失眠 好 那我們就去吧 這包就是我們試吃要用的湯匙 黑色是用來投票的 然後白色是用來試吃用的 這次的比賽有分為兩大組 一個是專業的店家組 另外一個是全民自罷組 專業店家組就是有合法登記的有店面的店 餐廳啊 飯店啊 小吃店之類的 另外一部分的全民自罷組呢 就是一些高雄在地的料理達人 也有可能是上班族啊 或是地方媽媽 或是一些沒有營業登記的小攤販們 我會拿出我最大的誠意 用心的吃 這60份的肉燥飯 Go Go 我剛剛真的吃得超級多肉燥飯 對 我現在知道是肉燥飯了 因為我之前在台南那個影片裡面 有推薦一家我最愛的台南滷肉飯 然後就有很多人糾正我說 台南沒有什麼滷肉飯 台南就肉燥飯 OK 我道歉 肉燥飯 肉燥飯 我剛剛真的吃得超多肉燥飯 吃到很多很香 而且味道很獨特的 就是完全沒有想要肉燥飯可以是那個味道 所以我真的覺得高手自在民間 現在呢 我前面辦了10份滷肉飯 要來試吃專業店家組選出來的前十大 我自己對滷肉飯的標準是 滷肉固好之外 你的飯也要好吃才是一個真正完美的滷肉飯 滷肉飯有白白種 配菜是黃蘿蔔還是菸瓜 當然是滷蛋還是荷包蛋 荷包蛋又分為半熟蛋還是全熟 然後你的角落是方形的肉丁 還是細長的肉條 各有學問 每一家都各有特色 現在就要來吃吃看 這10家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第一家是銅鏡 這10家是銅鏡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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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肥的很肥 瘦的很重 喜欢肥瘦明浅相间的话你应该会喜欢这碗 如果你不讨厌香菜的话 再来是包装最亮眼的 这个分量完全是可以卖80块了吧 我以为它是半熟蛋 但它是直接把一整颗蛋黄放在这个上面 既然有蛋黄的话 直接是要拌着卤肉饭一起吃吧 这家里是加香菜欸 难道加香菜算是大宗的吗 哦 加那个蛋液整个口感超浓郁了 不知道为何我会吃到一个很像花生粉的味道 胡椒味很明显 臭肉添多的鱼肉饭 不是很公平公正好不好 我每吃一个都有先喝一口水 前面你们看到是因为我剪掉了 我从来没有一点均勒吃出这种鱼肉饭 这家是果红肉燥 单纯的鱼肉饭本人 没有放配菜喔 这个大小切得很平均耶 就是每一块都差不多一公分一公分耶 这家也是属于有奶香的那一种耶 但吃起来却不会油腻 我真的很少在台北吃到这种肉燥饭耶 酪品好像不是一个会主动去吃肉燥饭的人 因为有肉燥饭就是一个很容易吃你的东西 然后目前我已经吃了如此多家 我就是觉得OK我还可以吃豆 最佳的是烟花 有梅子味耶 咸香咸香搭配油葱酥的香气 就是一个很古早味的感觉 是不是各有特色 每一家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样耶 然后我觉得它的烟菜是非常特别的 好 大家 它这碗里面也太多东西了 这个是切成条状的 我看它也是三层肉 有一个辣椒味 而且是生辣椒味 搭配酸豆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很酷耶 你们有没有觉得酸豆跟四季豆切成碎碎的长很香 它的花生也是滷得蛮透的 没有到软烂 有口感跟软之间 第十家这家是三味桥 这个也是深酱色的 胶质很丰富 我觉得这个味道很熟悉 就很像会在那种阿嬷家巷口的乳肉饭店吃到的那种很古早味传统的味道 好 这十家乳肉饭每一家都吃过了 你有没有发现我在讲的时候都没有讲到白饭的口感 所以一开始有说乳肉饭除了乳肉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白饭的口感 我跟你说 这实在不愧是入群高雄在地前十名的朋友 他们的白饭都非常的刚好 粒粒分明 油亮油亮 香Q有劲的那一种 如果要我说出哪一个是第一名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太难为我了 但我相信你们不想听到什么官腔单 每家都很喜欢这种的吧 毕竟我不是专业的 我就只是一个爱吃的台北人 我就以我自己个人口味然后喜好 去选一下我的第一名 我的第一名会是 名字是什么啊 北海鱼丸店 我自己是喜欢那种肥瘦香煎 切的就是比较小块的那种 因为我觉得这样配着白饭会比较好入口 然后它那个腌菜就是我有经验到 因为就是我刚刚一直强调到它有梅子味 然后非常的脆口 很解腻 不知道等一下平顺选出的第一名会是谁呢 恭喜老店博红肉燥饭 各位在庭店高雄饭 谢谢你们还蛮喜欢这碗肉燥饭的 霸主出炉了 今天的肉燥饭争霸赛也结束了 刚在听第一名讲感言的时候 我真的是热泪盈狂 我会把前十大肉燥饭的店名 放在资讯栏的地方 希望大家有空都可以去尝尝看这些高雄的好味道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的第一名做的台人来看叫附设人